2019年7月4日星期四 QHHT催眠案例 本篇内容刚要 星号银河系的失衡与调整 星号灵魂陷入沉睡不断轮回之音 星号光明与黑暗 星号催眠者 Q 星号受催眠个案 A 星号受催眠个案潜意识 SC 前世催眠 个案感觉自己在一个山洞里面 Q 你看到什么 你在做什么 A 洞外有亮光 三角形的洞口 我站在山洞里面 里面是暗的 天然山洞 褐色山壁 上面尖尖的 没有很大 Q 然后呢 A 我正在往前走 Q 一边走一边跟我描述一下 你的斩箱是什么样子吗 A 银色的豆篷 里面是银色袍子 有腰带 银白色鞋子 银色长头发 脸 看不清楚 女性的脸 很像能量 头戴了一个银色头罐 还是发圈 我是能量 Q 你走出洞口了吗 你看到什么 A 星云 我走出山洞 站在山壁旁 前面是宇宙 有一整个银河系在转 很壮观 感觉是往逆时中方向缓缓旋转 很大一片星云 有悬壁 各种颜色 很壮观 Q 你旁边有跟你一样的同伴吗 A 没有 只有我一个 Q 然后呢 A 我正在观察 Q 你现在在哪里 A 应该是在银河系的上方 Q 有看到地球吗 A 我看一下 有 有看到地球 Q 你在观察什么 A 正在观察 你等我一下 Q 好 请继续 A 我可以感受到这个星系的感受 银河系说它感到很痛 因为不平衡 它的痛是因为觉得不平衡 对于你们人类的痛不一样 Q 然后呢 A 我继续观察 它银河系有一个地方很黑 有一个地方充满沉重能量 导致这个星系不平衡 像一边倾斜 能量上的 如此 将会造成星系间的结构不平衡 星系间的结构如果不平衡的话 就会产生一些能量上的质变 能量质变如果到达一定程度 就会造成很多星球脱离轨道 毁损 爆炸 所以 这里的能量必须被调整 我是宇宙游乐场管理员 银色头发的那个 Q 上次催眠到的那个 A 对 所以我正在观察银河系 Q 好的 然后呢 A 那个黑黑的地方很重 所以导致重力不平衡 重力场需要被调整 哦 这也太不平衡了 真夸张 Q 怎么不平衡 怎么夸张 A 重力很重 比类似黑洞更大的重力 导致整个银河系的能量不平衡 重力场不平衡 这样会拖垮整个星系的结构 也会影响整个宇宙的平衡 所以必须被处理 否则整个银河系如果垮掉的话 将会形成一个很大的黑洞 如果形成一个整个银河系的黑洞就太夸张了 黑洞的存在也是一种平衡 但是如果黑洞大到一个程度的话 也会造成地区或整个宇宙的不平衡 Q 然后呢 A 那个区域的黑色能量有越来越扩大的趋势 这样有可能会吞噬掉整个银河系 因为不平衡 那边结构太重 这样的重力会拖垮整个银河系的结构 这样不行 必须被处理 Q 你准备怎么处理 A 我要去修补那里的能量 所以 我飞进银河系 续入重力场不平衡的地方 黑色的能量不平衡的地方 当我跳进银河系的时候 我是能量 可是我也不能算是能量 好 你可以理解位 我跟这个宇宙是和谐的 我可以调整频率 飞进银河系 但是 我的大小是不一样的 我刚刚描述我的外形好像是一个人形 可是当我转化频率飞进银河系的时候 我是一整片 很大一片区域的能量进入 所以 我会比很多星球来得大 或者说我可以包含许多星球在里面 我是一整片的能量进去 Q 然后呢 A 因为我要进来调整 O 这里很沉重 很重 超级不平衡 我必须将这里的结构稳固 能量上的 让这里恢复平衡 就是不要让这里这么沉重 这里的重力太重了 Q 这里为什么会这么沉重 A 有些更实体的事情 但是这部分不是我现在这个层面要跟你说的 我现在是以游乐场管理员的角度在看这件事情 我的工作就是要平衡这个地区不平衡的能量 Q 这个沉重的区域有多大 A 一整片银河系的某个地带 很大一个区域 包括很多颗星球 Q 地球有包含在里面吗 A 地球在比较边缘 真正的中心不在那边 不过地球也处在这个不平衡的区域 Q 这样会对地球造成什么影响吗 A 主要是星系结构的问题 行星与行星之间的结构会产生结构上的不平衡 结构已经不稳了 不仅仅只是单一一颗星球的问题 所以我必须来平衡能量 Q 然后呢 A 我一边平衡 一边观察这里的状况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不平衡呢 Q 你还有观察到什么 可以一边观察 一边跟我说吗 A 有很多灵魂群凝固成一群一群 被卡在这处不平衡 沉重的能量区里面 哦 怎么会这样子啊 他们很像在沉睡 可是他们怎么会卡在这边沉睡呢 怎么会这样 这真是太奇怪了 Q 什么是灵魂群 可以说清楚一点吗 A 这些都是能量上的 我看到的都是能量上的 我先观察 等一下再跟你说明 Q 好的 然后呢 A 我觉得好疑惑 怎么会这样子 这里怎么会不平衡到这么多灵魂群卡在这里呢 很大群矮 这边一群 那边一群 都卡在这区黑色能量里面 而且 他们在沉睡 Q 有多少呢 可以说一个数量吗 A 无法计数 不可数 因为灵魂是会变动的 Q 请继续 A 他们一群一群凝结在一起 卡在那边 他们都沉睡了 灵魂应该是自由自在地来到这个宇宙体验 可是 为什么现在他们一群一群凝结在一起 被卡在这些黑色能量里面呢 然后 都在沉睡 怎么会这样子呢 灵魂应该是自由自在地在这个宇宙体验的啊 怎么会这个样子 所以 才会造成这里的重力不平衡 Q 然后呢 A 于是 我靠近那些灵魂群 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去看看他们为什么卡在这边又睡着了 你知道吗 他们睡着了 不清醒 他们变得灰灰暗暗的 灵魂应该是亮亮的 灵魂是亮光啊 可是他们不亮了 所以我说他们沉睡了 因为他们不亮了 而且为什么是一坨一坨的呢 实际上 灵魂应该是自由自在飞翔 为什么会一坨一坨黏在一起呢 很大一片区域 这片区域也包括很多星球 怎么会凝结得这么沉重 卡得好沉重哦 好奇怪 Q 然后呢 A 我继续往更沉重 更深处飞过去看看 当我一边飞进去 我也一边正在平衡这个区域 越里面 能量越浓重 卡住好多灵魂 好奇怪 而且他们都睡着了 Q 是 A I 我叫一下 这个地区的守护 管理的 能量 意识 我把它叫出来 Q 这是什么 跟你有什么不同吗 A 它算是这个宇宙里的 有点像是管理 守护这一区的 意识 这个宇宙里面有很多守护的意识 分成很多区域 例如银河系 就会有一个守护的意识在这里 而我们管理员是来来去去 不会一直待在宇宙里的某个区域 Q 那么你会如何称呼它 A 分区的宇宙意识 Q 好的 然后呢 A 我叫它出来 因为 它存在于这一片区域 于是我跟它连接 询问它 如果你想要你相化 去相化 我也可以让它去相成一个形象 可是这样也没有什么意义 如果我把它去相化形容给你听 就会把你限制住 所以我还是不要把它去相化好了 它就是意识 没有具体形象 我问它 为什么这里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呢 它说 有生命特意来这里改变能量结构 因为它们想创造另外一种不一样的体验方式 所以它们改变这里的重力结构 我说 但是这样造成太大的不平衡了 这样不行 会造成整个宇宙的倾斜 要处理 我接着问 为什么这些灵魂都沉睡不醒 它们卡在这里沉睡不醒 这是怎么回事 它说 有些是被欺骗 有些是自己同意 想要玩这个游戏 所以它们被卡在这里了 因为它们同意了 不管是被欺骗的同意 还是真正的同意 它们就是同意了 哎 所以它们就卡在这里了 但是 我没有办法运用我的能量唤醒它们 因为这部分属于灵魂方面 而我们宇宙管理员的工作主要是修复宇宙环境的能量 我只能让这里恢复平衡 不让银河系崩塌 不过 有关灵魂方面这部分是需要被处理的 所以 我正在询问这里的宇宙分区意识 Q 然后呢 它怎么回答 A 它说它也是尽量保持这个地区的平衡 但是那个能量实在是 我跟它说 好 我知道了 请它继续它的工作 我也会继续平衡 然后 我继续进入更深处 更厚重 黑暗能量的区域 那里已经没有光了 非常不平衡 有更多的灵魂被卡在那里面 它们显得更黑 刚刚前面那些灵魂群只是灰灰的 有的呈现浑浊 有的更灰 更往深处这边进来 这些灵魂群则是黑到不行 几乎没有光 Q 你说的这些灵魂是黑的 这是什么意思 A 没有光 我只能说没有光 它们的灵魂之光暗淡了 所以它们卡在那边 而且黏起来 可是 灵魂不需要黏在一起 而是各自自由自在 它们怎么会这样黏成一块呢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 有点像你们人类会说的什么灵魂家族 或者是一群灵魂卡在一起 不断轮回在一起 成为亲人 朋友或同一个国家 俗群的人 而你们说这是因为你们属于同一个灵魂家族 这就是因为你们这一群灵魂枕坨地卡在一起 然后不断一起轮回 但是 事实上 灵魂应该是一个一个自由自在地 爱去哪里就去哪里 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灵魂应该都是一个一个白白的光 很自由 就像是很多自由的小光点弥漫在这个宇宙里面 很开心 为什么这些一群一群的灵魂却一直粘在一起 或不断一同轮回 这是在干嘛 他们一点都不自由 而且看起来黯淡 我看到就是这样的一群一群的灵魂粘在一起 这里一坨 那里一坨 有些比较大坨 有些比较小坨 然后卡在那里都不动 而且都在沉睡 Q 他们这样不断一同轮回 是有爱呢 还是只是仇恨呢 A 看他们当时清醒还是不清醒 他们就会是时清醒时不清醒 有时互相照顾 有时互相伤害 因为他们睡着了 凝固在那边 而当他们睡着了 他们会以为自己只能在某个星球一直轮回 一直轮回 这是灵魂内在的状况 不过 我是从另外一种层面来看这整个状态 所以我会看到这些灵魂一坨一坨粘在一起 成为黑黑的 他们都睡着了 而他们意识内在经验到的可能就是在某一个地区或某一颗星球上面 不断轮回 一直轮回 一直轮回 Q 一直粘在一起是什么意思 可以再多说一点吗 A 所以他们灵魂有些这一坨会不断困在同一颗星球轮回 不断地爱恨情仇 这是你杀我 下一世我杀你 然后 导致某些能量不平衡的结构将它们粘在一起 各个做几瓦台与这种能量 就是你们所说的业力 贵力将它们粘在一起 如果没有业力 他们也不需一直牵扯在一起 也许这一世他们是同一个国家的人 攻打另外一个国家 另一群便受尽迫害 下一世可能变成这一群联合另外一个国家攻打那一群 他们这些灵魂群就是这样不断因为沉睡 不清醒而制造出许多业力 一是又一是牵扯在一起 它们就是这样粘在一起 制造了许多业力 哦 难怪这边很沉重 我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些应该是光的灵魂变得很 灰暗 黑暗了 然后团团粘在一起 就好像食物斧坏掉一样 开始发霉 结块 形成坨一坨的凝结状态 就这样不平衡 坏掉了 Q 这样要怎么办 A 所以我才要来平衡 但是我平衡的是宇宙的结构 有关灵魂方面 我不是从你们这个所认知的层面来处理 我存在的这个层面 我能够平衡的是这些灵魂的能量结构 我只能做我这个层面能做的 Q 你这个层面能做的是什么 A 不让这个银河系崩塌 Q 那么这些一坨一坨粘在一起的灵魂呢 A 我来这里平衡 让它们不会沉睡得越来越严重 它们会开始恢复 但是还是需要时间让它们慢慢恢复成光的状态 这是能量上的 实际状况是它们也会越来越恢复 只是需要时间 因为这个宇宙还是有时间的限制 Q 然后呢 A 这就是因为那一群想玩游戏的进来这里改变这里的能量结构 它们玩的这个游戏会破坏宇宙的结构 导致能量不平衡 我的层面不会评断对或不对 而是这样的状况已经改变了这里的宇宙能量结构 造成宇宙倾斜与不平衡 所以我必须过来平衡 在我看来就是这群顽皮的小孩 你们怎么会玩这种游戏呢 你们把这里弄脏了 所以阿姨阿三生我就要过来打扫 因为我是管理员 就是说你们这群小朋友进来这里玩 你们怎么没有好好爱惜这里的环境呢 把这里弄脏弄乱了 所以阿姨还要进来打扫 Q 阿姨可以去骂一下 打一下 劝导一下这些小朋友吗 A 不行 因为阿姨是充满爱心的 不会打孩子 Q 说一下也不行吗 A 因为阿姨跟他们在不同的层面 所以阿姨就是来打扫环境而已 只是会觉得 哦 这群顽皮的小朋友 你们怎么会这样不懂得爱惜环境呢 信来玩可以 可是你们怎么把这边弄得脏脏乱乱的呢 然后把自己都粘在一块了 粘在一堆了 他们自己也粘成一坨一坨了 他们也被粘在里面了 他们也不清醒了 你知道吗 那些顽皮的小孩也不清醒了 Q 阿姨会觉得烦吗 还要来打扫 A 不会 阿姨也不会觉得烦 因为这是阿姨的工作 宇宙管理员的工作就是负责打扫 这些不平衡的能量就是需要打扫 你们这个宇宙的这种情况已经算是很严重了 不是每个宇宙都会发生这种事情 其实对我来说也不算严重 就是这边脏乱了 所以阿姨要来打扫 就是这样 也没有什么不能打扫的 Q 宇宙或其他宇宙还有什么其他不平衡的状况吗 A 类似 不过没有这么脏 这里就是特别脏 不过 我也不能这么说 因为状况都不太一样 Q 好的 然后呢 A 我只是以这种屁欲形容让你知道 我们管理员的工作就是打扫 只是说 这一群顽皮的小朋友 你们也玩得太夸张了吧 所以阿姨要进来打扫 他们实在是玩得太快乐 玩得太爽快了吧 哦 你打他们屁股有什么用 他们现在都睡着了啊 我现在打他们屁股 他们也醒不过来 因为他们必须透过其他的方式醒来 我只能打扫环境而已 虽然也包括平衡这些灵魂的能量 就像是这个地方到处充满一坨一坨的磊青 黑黑的纠结在一块 粘粘稠稠的 然后我进来打扫 把光带进来 平衡这里倾斜 沉重的能量 或化成一片很大的光 一整个大区域的光 这种光跟你们物质界所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哦 进来平衡这些能量 并且将光注入这些沉睡的灵魂当中 不过 这些光不是我的光 而是从源头连结而来的光 就像是用清水打扫 这个光就是清水 过来这里拖地 扫地 把这边洗干净 用光来清洗 这些灵魂因此不会越来越沉睡 他们会逐渐醒来 恢复他们的光 不过 这部分会有其他层面的生命会过来帮忙 就不是我这个打扫阿姨可以管的了 我只负责清理环境 当然环境也包括这些灵魂 我也把光给他们了 一边打扫 一边跟他们说 乖一点啊 你们要爱护这个环境啊 弄得这么脏乱是怎样 不能乖一点地玩吗 Q 然后呢 A 我就是持续在这边清理 银河系里的某个地区 不用光清理这边不平衡的能量 以及被卡在这里的不平衡的灵魂 注入让他们清醒的光 他们的灵魂之光熄灭了 越来越黑 有些很黑 有些没有那么黑 也就是说这些人的心灵之眼没有打开 他们就会越来越沉睡 这些沉睡的灵魂进入某个肉体 他他们可能就会开始胡作非为 战争 杀人 抢夺 掠夺 互相伤害 愚蠢帝国生活 他他们就是卡在那个地方愚蠢帝国生活 当我说愚蠢的时候 我并不是在批判 只是陈述事实而已 因为沉睡了 不清醒 所以他他们会开始做让自己痛苦 别让别人痛苦的事情 而让自己越陷越深 还以为这样会让自己快乐或得到想要的 闭起心灵之眼跌跌撞撞过生活 所以我说愚蠢 而我从灵魂上 能量上的层面来看 就是一坨一坨黑黑的灵魂凝结在一起 卡在那里都不动了 他们都睡着了 于是 这个地区变得不平衡 很沉重 如果以另外一种人类比较能够了解的说法来说 就是这个地区很脏乱 来这里的灵魂一群一群地昏迷在那里 有些是重度昏迷 有些昏迷得比较轻 有些可能只是半梦半醒 而且环境很脏乱 而我这个打扫阿姨于是过来打扫环境 将这些沉睡的灵魂注入光 让他们清醒一点 Q 然后呢 A 然后我继续做这件事 我还在做这件事 我正在做这件事 因为以宇宙管理员来说 没有时间 我是没有时间的 所以我还在做这件事情 我还没做完 因为这里不平衡的状况 让我无法这么快打扫完 所以 我还在打扫 正在打扫 Q 你还要扫多久呢 A 我还在扫阿 你觉得干净了吗 看看你们地球现在的状况 你就会知道了 还没干净啊 Q 为什么要扫这么久 A 你不知道这群顽皮的孩子 门玩得多么地深入了 他们迷惑得太深了 Q 你们不能管一下吗 让顽皮的孩子们不要这么玩 A 灵魂有其自由选择他们想要选择的体验 反而他们选择的体验却让这个地方产生不平衡 所以我只好来打扫 但是这个打扫当中 我并没有是非好坏的判断 我的工作就是负责打扫 负责平衡 给予这些来玩耍的灵魂爱和光 没有惩罚 也没有责骂 以我的层面来看 就是 好吧 你们就是把这里的能量弄得太乱 环境弄得太乱了哦 所以我进来打扫 管理员的工作就是这个样子 维持这个宇宙的平衡 让灵魂可以进来进行他们多样化的体验 因此 我不会评断是非对错 只负责环境的维持 阿姨是充满爱地来这里打扫 Q 你一直在这里打扫 那么其他地方怎么办 A 我是无所不在的 我可以去很多地方 我只是某一片能量进来这里平衡而已 我的某一意识 这个连结源头的能量 光 来到这里平衡 我还在这里平衡 我很大爱 很大片的光融在这整个区域当中 我都融在里面 Q 然后呢 A 我就是还在打扫 正在打扫 然后打扫阿姨会说 没关系 好好玩吧 就算在这样浑浊的能量当中 咪们也可以好好玩哦 不要想太多 就算看了很多各式各样的讯息 宗教的 外星人的 阴谋论什么 通灵的 电视上的 政府发布的 然后觉得地球好乱 好危险 也不要担心 还是可以好好玩 因为打扫阿姨永远跟迷们在一起 永远给迷们光和爱 因为生命都是一样的 迷们还是被这个宇宙所支持 迷们还是被源头所爱着 所以就好好玩吧 好好玩吧 但是那些顽皮的小朋友 迷们可以玩点能量平衡的游戏啊 赶快让自己平衡 OK 好 就这样 Q 好的 谢谢打扫阿姨 宇宙管理员 SC问答 Q 为什么让她看到刚刚那些场景 SC 了解地球 这个星系附近发生的实际现象 从宇宙管理员的角度 所看到的是怎么样的状态 因为这个地区的能量结构不平衡 导致许多灵魂的沉睡 卡在这里不断轮回 出不去 一世一世 一坨一坨地纠缠着 不断地爱恨情仇 所以 没有灵魂家族这种东西 灵魂都是自由的 在源头的时候 大家都是合一 为什么你会特别和这一群人特别有关联呢 因为你们黏在一起 卡在一起了 你们被业力牵连在一起 灵魂应该是很自由的 都是合一 没有什么所谓的灵魂家族 生命都是平等的 生命的关联都是一样的 生命都是自由自在的 当你们还没有将这些业力解开 心理干净之前 你们还是会不断轮回 不断遇到同一群人 Q 刚刚他所看到的那种灵魂一群一群黏在一起 处在宇宙空间里面 那些画面可以如何理解 SC 从宇宙管理员的层面 他看到的另外一种层面的情况 而灵魂记录轮回或物质世界 空间里面 这里面布满许多星球 位于银河系的某个地带 而刚刚看到的那些一小撮一小撮灵魂群 里面可能就有几百个 几亿个灵魂聚集在一起 全部都在地球轮回 另外一撮可能被卡在另外一个地方轮回 而更大的另一撮则是在某区好几颗星球上面不断轮回 有些灵魂可能只是卡在那里 没有记录轮回 可是他们也停滞不动了 就像那些黑暗能量 刚刚显现的是灵魂存在的另外一种层面的状况 而他们有没有投胎 有没有记录一具肉体 不与刚刚他所看到的状态没有关联 如果在网内看灵魂的内部 他就会看到这个灵魂在时间里面 不断地一直轮回或当时他的意识所处的状态 历经的是什么 而这当中 这些卡在这里的灵魂都沉睡了 暗带了他们的灵魂之光 他们可能几千 几百事不断轮回 忘了自己其实是灵魂 这就是刚刚他看到的灵魂陷入沉睡的状态 Q催眠当中 有些个案在某一世离开身体之后 看到的是各式各样的死后世界 为什么个案在催眠中看到的死后状态都不一样 或者同一个个案催眠进入不同的前世 不同是死掉之后所进入的死后世界也不一定相同 这些情况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每一个人经历的死后世界都不尽相同 注明个案进入前世催眠 在某一世死亡之后 有些会看到天使来接他们 会发光 有翅膀的生命来接他们 或者也有看到光来接 感到温暖 安心的光 或是那一世的亲人 伴侣 也有看到天父来接 也有死神来接 然后被强制安排下一世 或者是直接回到都市光的地方 没有形象 永恒的宁静 也有回到空无 什么都没有的状态 或者也有看到自己死后来到跟活着的时候的世界很像 在地球上空的灵界 过着自由自在到处游玩的生活 并且可以自由选择要不要去投胎 也有回到天上 成为各种仙人 天人的形态 可以自由来去人间 或者也有成仙 仙鹤来接 去到所谓中国的仙界 看到玉皇大帝 母娘等各种神仙 边有看到佛 菩萨 边有来到天上之后 看到的是希腊式的建筑 外国人模样的世界 当然 也有回到西方书籍常说的有指导灵 排队等待投胎 细化着下一世的灵界 或者也有中国式的地府 看到类似阎罗王那样的形象 也有死后回到自己的外星同伴那里的状态 等等各种不同的死后经历 S.C. 灵魂陷入沉睡之后 卡在宇宙当中不自由的时候 当这个灵魂在两世投胎之间 进入哪一种灵界或生命状态 不管去了哪里或处于哪种状态 它还是处于沉睡状态 不管它们到了哪里 它们还是卡在自己的某个幻象里面 它还是卡住了 它还是卡在那边 而落入另外一种情境的游戏里面 它们还是沉睡在自己的幻象里面 灵魂只要离开肉体而没有回到源头 或是离开这个宇宙 或是回到可以自由来去的状态 你都还是被卡住的哦 生命 灵魂落入沉睡之后 会产生许多种梦境 而梦境太多种了 所以你在帮人催眠的时候 催到什么样的梦境都有可能 因为都还是在灵魂的梦境里面 你还是继续做着自己的梦 你还是在沉睡 你还是被卡在那里沉睡 只是每一个人做的梦不同 不管你去了哪一个世界 你还是被卡住 只是被卡住的层面不一样而已 Q 那么如果去了佛经中所说的阿弥陀佛的世界呢 SC 那还是卡住的啊 如果你没有卡住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回到生命本来的状态 回到源头 为什么还需要去到一个地方让你回复清静呢 你还是需要去到某个地方让你洗澡 便回清静 你才能飞走 因为你太沉重了 所以你才需要到一个阿弥陀佛的世界 让那里的光将你洗干净 你才能飞走 就是因为飞不走了 所以死后才会去到某个灵界 某个地方 因为你还没洗干净 如果我们以打扫 清理这样的方式来说的话 Q 还有什么要告诉他或提醒他的吗 SC 好好去玩吧 开心地去玩吧 你会玩得很开心的 而不是说游戏人间 或是说不用认真看待生命的意思 而是好好去体验吧 敞开你的心 开心地去体验吧 都会得到很好 很珍贵的体验的 节路完毕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